哈囉大家好,歡迎到Blind的世界,我是Briant 今天的主題呢,相信你們大家一定不陌生 就是這陣子在網路上討論度極高的 我們的菲董 Pharrell Williams 接任LV男裝總監這件事情 那麼這件事我也不能說我沒有猜到 其實我過去的在Virgil Abloh去世的一年多中間呢 其實我就有在猜到底誰會繼任LV的男裝總監嘛 那其實大家有幾個猜想 當時我想說可能是M Bush的其中一位設計師 也猜有可能是Connier West 甚至有人猜是Jerry Lorenzo等等的 當時我自己的心裡其實我也有把Pharrell Williams 當作一個其中可能的人選 其實這個位置不太好接 因為Virgil Abloh他是出生於Connier West的Dondot集團 也不是出生啦他是來自於這個Dondot的創意團隊 所以說他對於人脈上來講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因為在那個Dondot團隊他認識了很多知名的藝人 知名的歌手 在時尚界也是有很多的人脈可以去接觸 每次當他發新衣服等等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人願意去穿然後願意去support他去支持他 其實他在LV的成功一方面是他設計的天才 另一方面呢也是他在人脈的運營上非常的成功 其實Virgil很聰明他知道很大的一片市場在亞洲 所以他跟很多亞洲的一些藝人啊 或是有影響力的人也都擁有一個非常良好的關係 我覺得Virgil在LV得到的成功有很大的部分 在於他的人脈還有在於他個人的名氣 那再來呢他也是第一位非裔的美國人 去接任歐洲古老大品牌的設計總監嘛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也剛剛好完美的把這些不一樣的文化去融入在歐洲的古老的精品當中 再來還有就是Virgil其實跟這個hiphop的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那麼最近街頭啊hiphop文化不管是在音樂上在各個面向上都可以稱之為主流 他們從比較地下的感覺已經變成主流了 所以說這些精品的大廠不管是LV啊還有其他品牌都運用了非常多這種街頭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說他接任的人呢一定要有這個街頭的元素 但又不能說是完全是Virgil的模仿啊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個位子真的非常難接 那麼有一度我認為Conewell即將會成為LV的男裝總監 他也會是最適合的人選 因為不管是在人脈上在名氣上 然後加上這個創意上其實他都是非常前衛非常厲害的嘛 但因為他最近發生的種種事件 比如說他歧視猶太人事件啊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比較自由爭議性的發言 他一定就是在這場LV男裝總監的角逐當中 已經就是失去資格了啦 那麼前些日子這個LV正式官宣Farrell Williams成為男裝總監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那來講一下為什麼合理 首先Fedon的名氣 還有在這個圈子裡面受到大家驚訝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過往也有自己做品牌啊 還有跟時尚精品聯名的很多的機會跟過往的一些經歷 所以個人也覺得他的Style還有他的穿搭是非常高級的 他很完美的混合了精品跟街頭的穿搭融為一體 然後他不再只是那種HIPHOP的感覺 他也把HIPHOP穿出另外一個程度的高級感 而且他在顏色的運用上啊什麼都非常的大膽 還有我覺得真的是很酷的一件事 他今年49歲 然後他的皮膚啊 他的整體體態維持得非常年輕 看起來像30幾歲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了不起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就是要來講一下為什麼Farrell Williams 為什麼Fedon他接了下這個LV男裝總監的職位 然後還有他過去呢 到底有做過什麼事情去影響服裝界 還有影響時尚界 那首先呢我們不能不提的就是他自己的品牌 他在2000初年的時候創立了Billionaire Boys Club 跟Ice Cream這兩個品牌 BBC呢算是主線品牌 Ice Cream算是副牌 那麼BBC最知名的logo呢 就是那個太空人就會大大的寫Billionaire Boys Club 從那時候創立很紅到現在 依然是很有他的影響力 那麼這個BBC呢其實是他跟他在日本的一個好朋友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Nego所一起共同創立的品牌 當初呢Nego創立Babe 然後Farrell Williams到了日本 遇到了Nego他們相談甚歡一起錄音 因為Nego其實也是一位音樂人 他有自己的音樂室 那他們一起錄音然後結為好友 那在一個吃飯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Farrell就聊到說其實我想要做BBC這個品牌 Nego呢就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見 然後聊著聊著他們就決定一起做 那麼當時剛好有一位Nego的好友也是Nego設計師 他同時也在現場他就邊聽他們聊天 就邊把這個太空人給畫了出來 然後後來這位設計師呢也成為了BBC的當家設計師之一 那我覺得這故事非常的有趣 那自從那一次跟Nego的相遇成為好友之後呢 Farrell Williams又把Babe帶回去了美國 然後一直用力的傳不管是他的滿版的迷彩啊 或是一些鯊魚的一些造型等等的 讓Babe在美國的嘻哈界變成了主流 也讓Babe在美國的名氣一下提升了非常多 由此可見Farrell Williams的帶火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那麼BBC跟Ice Cream剛提到BBC這個太空人 還有Ice Cream的那個冰淇淋的娃娃加上狗的圖案 其實都非常的知名也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圖案嘛 所以很多人呢都會去拿他們家的單品做穿搭 所以呢Farrell旗下就已經有兩個非常成功知名的品牌了 那再來我們來講講他跟一些品牌的合作跟聯名 首先要提到的呢就是他最知名的聯名之一 就是Farrell跟Chanel跟Adidas所出的三方聯名 其實Farrell有一個品牌叫做Human Race 那這個Human Race呢就跟Adidas一起出了一雙鞋叫Human Race M&D Farrell跟Chanel一直有非常深的淵源以及關係 Farrell呢是除了老佛爺Carol Lagerfeld以外 首次登上Chanel的廣告上的一位男性 就是他是提著Chanel的Handbag一起登上Chanel的一個廣告的宣傳上 那他是除了老佛爺以外的第一位男性藝人 其實Chanel對他是非常的偏愛非常喜愛的 他也得到了這次機會促成了這個三方聯名 那當時這雙鞋呢是非常限量的全世界限量只有500雙 那他的吵架吵到非常的瘋狂 30萬40萬50萬台幣依照不同的尺寸都有 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這雙鞋一腳鞋的Chanel一腳鞋的Farrell 你說他有多有設計感嗎?其實也還好 但這就是一個非常屌的事情 你竟然可以讓Chanel用你的名字推出一雙鞋 表示飛龍的影響力真的非常的大 那再來呢就是跟LV的這個合作以及聯名設計 其實Farrell接管LV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是因為他們以前曾經有過兩次非常成功的合作 首先呢就是一支墨鏡 叫做Millionaire Sunglasses 就是百萬富翁的這個墨鏡 這個百萬富翁的墨鏡其實當時非常的紅 很多HIPHOP的藝人都有戴過 那他其實就是有一點圓弧形的 然後上面有金屬飾條去做設計的一個 非常貴氣的感覺像是飛光墨鏡的那種墨鏡 那這個墨鏡當初第一次出的時候呢是出紅色的加上金色的飾條 那推出之後大受好評後來又推出了其他顏色 也可以看到像Virgil Abloh、Cania West甚至JZ、Farrell 自己都有佩戴這支眼鏡 是一個非常Iconic具有代表性的一支墨鏡 那後來呢Virgil也是為了致敬這一支墨鏡 出了這個Millionaire Sunglasses的2.0版本 或是他叫他1.1版本 就是把它改成比較方 就是我之前在我的影片裡其實有開箱過 那一樣是方的膠框的墨鏡加上金屬的墨鏡 那這個墨鏡的聯名是在2004年的時候所發生的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影響力 轟動了真的是幾乎全世界的這個時尚界 所以算是一個很成功的聯名 那因為這個成功的聯名呢在2008年的時候 LV又跟Farrell推出了一個珠寶的系列 叫做Blessem的珠寶的系列 那這個珠寶的系列呢 他其實是把很多hiphop的文化帶進了LV的比較保守的設計裡面 當初LV的設計其實都還是比較優雅比較保守比較歐式的風格 那麼Farrell把一些比較張狂的hiphop大家喜歡帶的這種樣式 給帶進了LV的設計裡 比如說超級誇張的大耳環很大的項鍊 然後項鍊是可以翻轉的 比如說一面是LV的logo一面是花等等的 他把一些比較浮誇的設計運用到了戒指、項鍊以及耳環上 然後去創造了一個非常具有嘻哈文化的專屬的聯名系列 然後由LV推出 當時呢這個系列也大受好評 也是讓LV這個很古老的精品品牌碰撞出了不一樣的火花 所以也是一個很成功的系列 現在幾乎要找到這個系列的飾品已經非常困難了 因為當初發售就不多 所以說他的要價也不費 那麼再來呢還可以提到其他的聯名 就像Forel曾經跟Montclair做過兩次聯名 一次是做像是防彈背心的羽絨的背心 那還有一次呢是推出一個非常非常前衛的墨鏡 Forel出的那個墨鏡就很大很像一個護墨鏡 就真的蠻帥的啦 因為Forel他是非常喜歡墨鏡的設計 他跟Chanel也一起推出過一個Vintage的墨鏡 然後也推出過鞋子嘛 Chanel跟Forel當初曾經推出一系列 就是有他的鞋子啊有些衣服然後還有墨鏡等等的 所以他跟Chanel本來的配合的關係真的非常的密切 那這些東西現在在網路上都不好找 然後他的炒作價格都真的是蠻高的 那再來呢他跟另外一個歐洲的品牌 專門做皮箱的品牌呢 叫Moina如果發音不對啊大家不要笑我不要恭喜我 他應該是念Moina 那他跟這個Moina呢創作了Train Bag 就是火車的一個包包 那麼這個火車的包包他其實不怎麼使用 但他就跟後來的Chanel的這個收藏家系列 一樣是一個非常適合擺飾 非常值得珍藏的一個包包 你看到這個Moina推出的包包 就很像一個工藝品吧 你可以擺在家裡的角落當裝飾都非常的棒 那麼以上呢就是很多很多的Forel的一些聯名 像Forel跟Adidas推出了很多的E4Celia Stan Smith還有M&D等等的 其實Forel真的推出過非常多的聯名 然後也影響過我們這個時代 以及上一個時代很多人的審美以及穿搭 所以呢我覺得他這次接任LV的男裝總監 我自己是個人非常期待的 那麼據消息指出呢在6月的時候 將會是他個人在LV男裝的首秀 那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對於飛董接任LV男裝總監的感覺是如何 你覺得他會比VIRGIO差很多還是好很多還是一樣強 然後可以讓LV的男裝熱度持續的有點饒舌 就是你可以讓LV的男裝繼續的紅下去嗎 大家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那謝謝收看這集的影片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